25号2024辽台经贸合作周活动在辽宁沈阳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会见了台湾主要嘉宾并出席开幕式致辞 宋涛表示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台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 愿同中国国民党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 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为台海谋和平 为同胞谋福祉 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族谋复兴 联盛文表示 中国国民党将基于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 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 25号在辽宁沈阳开幕 活动以振兴普新片 融合创未来为主题 聚焦两岸产业创新合作 支持台商台企 共享东北振兴发展机遇 共有来自两岸的近300名嘉宾参加 会后来访嘉宾将在沈阳 铁岭 丹东等地进行考察 洽谈 对接当地文旅和农业项目 25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 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赖清德当局旺称若接受九二共识 就是所谓让渡台湾主权 发言人表示 九二共识清晰界定了 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无论怎样变换说辞 歪曲否定九二共识 都是背离事实的 也是徒劳的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 蓄意歪曲九二共识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谋独本质 珍惜维护九二共识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重回正轨 赖清德近期再提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还声称要继续强化台湾防务力量 发言人回应 这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实施台独分裂 不断进行挑衅对抗的恶劣本性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在与国家统一 只能有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 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 持续进行谋独挑衅 鼓吹意外谋独 以武谋独 致台湾民众与台独引战的险境 严重背离历史大事 必遭失败 台湾媒体报道称 民进党有人近期再次炒作 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不设台湾决议文 发言人表示 这个所谓决议文是为谋求台独服务的 完全站不住脚 民进党企图推动所谓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不设台湾决议文 是刻意扭曲事实 肆意践踏国际法 公然挑战国际秩序和规则 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会擦亮眼睛 看清楚民进党台独分裂路线的 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 有报道称 台湾去年收到的 美国的军备当中出现了弹药过期 包装混乱防弹背心潮湿发霉等情况 发言人认为此事再次证明台湾当局 甘当美国提款机 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美国任何时候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 棋子随时可能变成棋子 台湾也不会例外 民进党当局不仅换不来台湾民众的安全 更会把台湾民众推向战争的险境 台湾媒体报道称 台湾立法机构蓝白两党团联手 将此前退回的总预算案暂缓立案之后 民进党及民意代表为表达不满 竟出言威胁 遭批傲慢无礼 24日 蓝白两党在台立法机构程序委员会中 再度联手 以习自优势 封杀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总预算案 排入会议议程 这意味着该预算案的审议再次推后 对此 有绿营民代表示强烈不满 称如果不通过预算案 电价就要大幅调涨 军工教加薪也将成为泡椅 这样的言论遭批是在威胁在野党 作为总预算 并不会影响到现在正在施行任何施政 行政院动作快一点 下个礼拜重新编送进来 我们就赶快地审啊 用这个东西来恐惧百姓 民进党这是人民所痛恨的诈骗集团啊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扬言 有所谓三大使命 句句见止大陆 不仅如此 他所主导的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也召开了首次会议 妄图把普通民众拉上台独战车 究竟赖清德为什么发表此番言论 不断地挑衅大陆的背后 是台独分子的什么土谋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钟后涛先生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主任 盛九元先生 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又平先生 欢迎三位 我们看到台湾中时电子报 解读了赖清德的三大使命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赖清德在参加活动时 提及所谓三大使命 一是两岸互不隶属 台湾同胞决定自身命运 二是强化台湾防务力量 同大陆所谓对等交流 三是要照顾弱势群体 中小企业 被台美解读为 见止大陆意味明显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参加相关活动的时候 再次提及了他所谓的三大使命 第一大使命的就是 两岸互不隶属 增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 这种千方百计的台独真面目 郑教授 事实上 我们检视赖清德过去四个月的作为 与公开的论述 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两岸关系上 是采取清晰战略 倾向台独的态度相当的坚决 至今赖清德在公开场合 已经多次重申 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他不断地去踩踏两岸红线 这就显示 赖清德在台独的路上 是越走越远 一去不返 更让人寒心的是 9月24日 赖清德参加一个 方舟计划民防训练活动时 他自此表示 台湾绝对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他更强调 要靠实力确保和平 不靠一张纸 那是靠不住的 赖清德这一种论调 就是要彻底地封杀 任何对两岸未来 寻求和平解决 歧见或争议的途径 他就是把两岸之间 可能回旋的空间 全都挤压掉了 赖清德更在武力层面上 不断地去推进台独 在他提出的和平四大支柱中 提升军力就居于守卫 自2023年起 赖清德已经多次地公开表态 拒绝签署和平协议 还宣称要以备战来避战 靠实力拿到和平 而不是靠一张纸 赖当局最近公布 2025年房屋预算 总计高达新台币 6470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赖上任不足半年 美国就已经通过了 四次对台军售 日前更传出来 将弹药囤放在民间公庙的计划 颇有走向全民皆兵的意味 所以赖清德所强调的 要与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以备战来避战 这就是摆明了要选边战队 拉拢境外的反华势力 来以武谋独 这等于是扼杀了台湾的活路 这就是在将2300万人 推向战争 推上台独的不归路 强调所谓的台湾防卫能力 就是在以武谋独 但是也有一种分析认为说 赖清德之所以祭出台独牌 是因为他现在在执政上 暴露了很多困境 很有可能给他执政 带来很多的难题 所以他希望打台独牌 来转移焦点和矛盾 您怎么来看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赖清德目前面临着 多重手术困境 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执政困境 因为赖清德在胜选的时候 只获得40%的票数 所以他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就不足 更关键的是他执政之后 那么民意支持度 在不断地下滑 对于他的不满意度 已经有25.5% 上升到38.8% 那么在这种情势下 那么就意味着 如果说按一个点 19.5万人来去算的话 意味着赖清德上台至今 有接近250万人 已经对赖清德产生了 这种不满意 另外一种少数困境是 在台湾民进代表部门 113个席次当中 民进党仅占51席 那这意味着 民进党只能是相对的少数 所以在很多的一些决议案 一些法案面前 包括一些预算 那么民进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那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是来自于地方的执政 因为在台湾22个县市当中 民进党只在5个县市执政 而且即将到来的 2026年台湾地区域的 9和1县长选举当中 从目前态势来看 在民进党的一些优势选区 例如说高雄 例如说台南 例如说屏东 甚至连澎湖 现在都已经岌岌可危 所以赖清德 未来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这种压力也直接传导到 民进党内部时的 民进党内部很多人 也开始对赖清德产生反弹 例如说赖清德最近 邀请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聚餐 那民进党总共51席立委当中 竟然有12席民意代表没有参加 那其中就包括蔡英文的 所谓英系 包括游锡坤的所谓政国会 还包括甚至赖清德出身的 新潮流系 那更为夸张的是 连赖清德自己培养的 两个子弟兵 也就是他一手配置出来的 亲信民意代表都没有出席 所以岛内舆论才认为 赖清德目前正面临着 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困境 在这种情绪下 那赖清德就开始铤而走险 猛打民进党的所谓神主派 也就是所谓的台独派 那就借此来去转移焦点 也正因为如此 岛内舆论才痛批民进党 痛批赖清德是令人发指是丧尽天良 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 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 中国大陆有绝对的优势 对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 形成一个强大的威慑 我们最近也看到一则消息 就是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地区 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 这其实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是我们不仅有能力 挫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 更有能力挫败外部势力 去介入台湾的图谋 因为这是一枚洲际导弹 那我们已经形成了巨大的 这种远程打击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民进党当局 无论是妄想以武谋独 还是想妄想以外谋独 都注定是死路一条 刚才您谈到了问题的核心 就是赖清德如果说 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 恐怕不牢固的话 很有可能会以外谋独 我们发现赖清德 一直在加强着 跟美国的勾连企图 依靠美国 但是美国方面 似乎并不完全买账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态度 又应该如何来解读 赖清德的这番操作 盛主任 首先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不断地营造两岸 这个紧张气氛 包括提出所谓的2027武统 这个时间表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美国已经 大概击欠了台湾 大概205亿美元的 所谓的军购 至今没有兑现 是吧 205亿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6000多亿台币了 相当于台元 整个一年的防卫费用 至今拖欠的没有交货 那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关心 台湾的所谓防卫能力 我想这就打一个疑问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都再讲更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台湾在2019年 就购买了美国的F-16V战机 是吧 一直到本来应该去年年底 交付原型机 两架原型机的 但一直拖到 可能到今年年底 才能交付两架原型机 真正的全面交付 可能要到2027年 跟它所谓的2027的 所谓的武统时间表 好像有一个重叠 就是说2027年你才 它美国不断地宣扬 这个所谓的武统时间表 但实际上你看这些武器的交货 要到2027年才开始交货 我想那时候它有战斗力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们都也知道 这个美国一方面 当然是不断地向台湾出售军火 还通过这个所谓的法案 向台湾提供所谓的无偿援助 但事实上这个无偿援助是什么呢 就是发霉的子弹 是吧 这个完全不适合 这个亚洲人体型的 所谓的防弹卫星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例子的说明啊 其实在美国眼里 最重要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美国只是把台湾作为制衡大陆 阻碍大陆 现在化进程的一个棋子而已 不断地把那些废旧的军火 或者美国已经报废的 或者说美国自己 本来就是那些能力不足的军火 反正就是超期地卖给台湾 反正赚台湾的钱 台湾也没有什么可抗拒的 所以我在想实际上在美国眼里 台湾就是一个棋子 但会不会最终变成一个棋子 当然还要看美国自己的利益来看 所以我在想赖清德不断地以美谋独 不断地所谓依靠美国支持 跟大陆对抗 事实上是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幻想之上 在美国眼里反复强调 台湾最终会不会变成棋子 是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来看的 完全没有把民进党 或者说把台湾利益放在首位 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情况下 赖清德所谓的这个一美谋独 所谓的依靠美国跟大陆对抗 完全是把自己建立在一个 虚幻的基础上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赖清德望言三大使命 一边顽固坚持抗中保台 一边将民众捆上台独战车 种种言论背后有何目的 对战动作不断 民进党当局又在怕什么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赖清德叫嚣绝不牵合平行 赖清德上任百日后成立的 三个委员会之一的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首场会议 于26日举行 聚焦名利训练运用 战略物资盘整配送 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维护 医疗及避难设施整备 运输及金融网络安全 五大主轴 有相关人士透露 台湾频繁受到灰色地带 任职作战等所谓侵扰 能否有所准备将是民进党当局 想要达成的重点目标与验证关键 在刚才的片当中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 进行了五大安全主轴的内容的讨论 那么有的分析就认为说 这些相关的安全议题的讨论 就是想要把台湾的百姓 绑上台独的战车 您如何来看 郑教授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他表面看似乎是要训练救灾 规划民生物资运输等战略行动 但实际上赖清德是企图把岛内的民众 统统拉上这一辆摇摇欲坠的台独战车 让全台湾陷入不可知的危机 首先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它聚焦的五大主轴当中 有两个领域都有黑熊学院的成员 这摆明了 只是为黑熊学院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去搞政治操作 进而撕裂台湾的社会 其次 曾社委员会也凸显了赖清德 急于要全面掌握执政大权 进而逐步实施台独计划的野心 再者 台湾各界都认为 赖清德成立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的居心不良 赖当局如果是在准备战争 就应该要让民众知道 而这个委员会 它先是不断地恶意扭曲 操弄所谓的认知作战 进而合理化社会防卫的目标 明面上 以五大主轴作为保障台湾安全的行动规划 但是实际上确实将全体台湾社会都拉进台独的战场 例如民生物资的演练 规划将民间力量的超商或者是卖场纳入了演练当中 实际上就是将战时的场景逐一地套用到民间企业的身上 试图让全社会与岛内的台独分子共同地去抗中保台 以所谓的救灾演习之名行建构台独战车之实 赖当局为了要加强战争的氛围 强化抗中的意识形态 过往绿营就已经对以美论者贴上了在地协力者的标签 更炒作第五纵队的议题 民进党就是要在岛内煽动对立 分化民众 撕裂台湾社会 从而扩大以抗中保台为基础的台独支持者的数量 去压缩两岸和平共处的空间 赖清德上任至今 显然还是持续活在激进台独分子的同温层中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台独不但是破坏两岸和平的最大威胁 同时也已经成为侵蚀台湾社会的毒药 的确在这次会议上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频频地强调 台湾方面是受到了灰色地带和认知作战的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 民进党当局是最擅长换养网军搞网络攻击的 有相关的证据已经显示了 民进党当局换养的网络黑客 一直频繁地在攻击大陆的网络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他们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行 台湾的网军主要有这样的迹象职能 一方面是对中国大陆的相关网络基础事实 展开猛烈的攻击和破坏 例如说对于大陆的很多网站 对于很多一些关键的部位 特别世界的航空安全等很多的部门 那就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去窃取中国大陆的信息和情报 例如说中国大陆有一些人的邮箱 那么就被台湾的一些网军 那么给或者和黑客那就给窃入进去 那就从中要试图去套取一些情报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用网军来发挥舆论带风向的作用 也就在很多的关键节点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这些网军都会跳出来 那么就挑拨矛盾去制造矛盾 所以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网军在中国大陆 已经到了为非作歹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大陆的相关部门才能够第一时间 那果断的出手对其予以进行揭批 而且对台湾的三个网军的头目进行立案侦查 那这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反台独的动作措施 已经逐步进入到了精细化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对于台独的一些顽固分子 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 可以进行定点的打击 那任何妄想利用台独分裂势力 来去制造各种事端的图谋 注定是不可能的 对于台湾的网军 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民进党当局虽然是在豢扬网军 但很多时候除了利用网军 来去攻击中国大陆之外 也是把网军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例如说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初选的时候 当时蔡英文就利用了网军 对赖清德展开猛烈的攻击 所以赖清德当时才公开地放话声称 那不要让蔡英文的网军对我继续攻击 而蔡英文则对其反讽声称 赖清德对于蔡英文的攻击 则会更猛烈 所以从这一系列事件台面化 也可以看出来 网军已经成为了双方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很显然是民进党拿台湾纳税人的钱 来满足自己的政治私欲 而这必然也会产生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也看到有一种分析 认为说赖清德之所以频繁地 会发表台独的言论 有台独的运作和行为 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凸显 他所谓台独分子的这种使命感 来给自己寻求一个这样的定位 然后去巩固他的基本盘 您怎么来看 您觉得他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圣主任 他这种目标能不能实现呢 我们就讲三点 不要讲开就讲三点了 第一个就是他所谓的战略目标 完全是在美国的控制下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讲那个耐心的 自己讲过的三大使命嘛 其中强调自己的这个 要用这个所谓的实力来维护和平 说句实在话 这个他的实力完全掌控在美国手里了 台湾甚至你想增加多少防卫开支 都是美国说了算的 你都说了不算 其次前不久美国的这个媒体 还特别强调说 比如说这个台湾现在面临着这个兵援不足啊 训练不足啊 不足以这个防卫啊 要求要提出要台湾当局增加这个 亿无亿的时间啊等等 你看第二个我记得想嘛 连他的这个兵役制度都还说到被美国 按照美国提出要求要去改进啊 要去进一步的调整 是吧 还有第三我记得讲嘛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防务预算增加过程当中 你买什么武器 你需要什么武器 也不是你说了算 也都是美国说了算 所以我想第一个 他所谓的这个战略自主 或者说要用实力维护这个和平 完全是没有任何实力的基础 完全操作到美国手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讲的特别可笑的是什么呢 就是赖清德强调 要用所谓的实力维护和平 说句实在话 我经常讲 在人民解放军眼里 从来就没把台军 作为自己的战略对象 是吧 可能战术上会重视一点 战略上根本没有把你 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 所以他所谓的强调 这个以这个实力来维护和平 根本就是 我觉得自不量力啊 唐臂党车自不量力 是吧 这是我觉得第二个 所以他所谓的 这个以实力维护和平 完全是自己 妄自尊大的一个结果 只是用来欺骗台湾老百姓的一个 理由和借口 第三个 就他这种观念 他这种想法 不断的所谓的提升防卫实力 要用这个 所谓的实力来维护和平 在台湾岛内 当时也引起消炎打波 是吧 无论包括反对党的 包括很多台湾的致命人士 都公开的表明 那现在这种说法 除了要引战以外 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我在想 台湾所谓的 它所提出的 所谓的自己的目标定位 要形成自己的战略自主 是吧 要用所谓实力维护和平 根本就是赖清德 自己不断推进台独 给自己壮胆的一个理由而已 所以他这种望子尊大的 这种提法或者做法 最终我想会被台湾民众所唾弃 会被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所抛弃 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之后 频频地在台独问题上大放厥词 而且在具体的行为上 也做了相关安排 比如说今天我们谈到的 利用黑客组织攻击大陆 利用所谓的委员会的会议 企图全民戒兵 而且还编列了高昂的预算 向美国采购相关武器 这一切言行都验证着 赖清德就是一个赤裸裸的 顽固的台独分子 好的 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